功能 其實我覺得這功能還蠻好的 但是呢在this view裡面的設定方式 就是跟其他控制項不太一樣 那還有哪些要設定的設定完一之後的話呢 底下就只能設定什麼設定this view 那this view部分的話呢 當然你會發現了他的配置第一個我們來了解一下 他的配置方式的話有隔線 那隔線呢你會發現了他其實呢 跟greeview很像 他的排列方式有沒有上面是欄位名稱下面是資料 第二種是有點像是並排的 那並排的方式的話呢各位可以發現了他是 有沒有他的他是 一個 有沒有這個是一欄一欄的 也就是說跟greview的那個多欄式的很像 有點類似像多欄式的這種方式 那還有所謂的項目符號清單部分 那我們先選這一個好了 其他有流程 流程跟單一列 單一列變這樣子 其實有點怪怪的 那這個地方的話我們用那個 項目符號這部分 那他有樣式不會樣式你會發現就這三個 這三個 那如果說你要增加的話你自己要去更改他裡面的那個 這個這個設定 再來的話呢 啟動分頁 或者是啟動動態資料 那特別注意這地方一樣 為什麼不能打勾呢 其實這個部分呢牽涉到現在確定 你要能夠打勾的話呢 不過你設定完之後你會發現底下他自動幫我產生這些Templates 這個是他自己產生的 那他的產生的部分的話呢 各位如果要修改的話 也只能到原始檔裡面看一下 如果把原始檔打開來你會發現 他這邊就會自動增加了好幾個Templates 那Templates的話呢你會發現Slay的ItemTemplates 有沒有是這個地方這個標籤 還有Layout他的版型的Templates在這裡 所以你要更改的話 裡面 也有相關的比如說顏色 Background Color 跟他的什麼Fund 他的這個字型部分 那這部分的話呢因為他目前沒有提供一個比較好的設定方式 所以你可以從原始檔裡面去更改 原始檔裡面更改 OK那這裡的話呢 剛剛有看到那個啟動 如果執行起來的話呢他不能夠 新增修改刪除 那如果說你要能夠啟用的話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前面也講過很多次就是 在下一步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能夠新增修改刪除的話 第一個你的資料庫裡面一定要有那個Key 第二個在進階裡面這個一定要打勾 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下一步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呢你再來回到 剛剛的這個地方 去做設定 這地方設定Disview 你就會看到這邊其實是可以打勾的 有沒有這個地方才可以打勾 如果呢你沒有做啟用的話那就不能打勾 所以這部分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把這個格式稍微改一下 然後大概了解一下 按確定 他重新套用一下 那弄起來之後的話 就可以得 可以看到的結果應該就是我們要的 他裡面的話然後提供這個新增修改刪除的功能 然後呢並且把資料都秀出來 一筆一筆一筆資料秀出來 OK那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看板的部分 樣板部分呢特別注意 我們在那個Disview 制定的第一次的時候他不會顯示目前檢視 可是呢如果你設定完之後他底下就會 顯示出那個目前檢視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希望制定什麼制定那個Item 就是每一個項目的他的排列方式的話 那我們比如說預設是由上到下 那我如果說上下的位置我要做調整的話 我可以從哪個地方調整 其實你可以發現在這個Item的Template 有沒有 點下去之後呢 他就直接可以跳到這個Template的這個相關的 畫面出來 Item的 必須是在 支援 原始的話我們再來挑其中一個之後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也可以做一個位置的變更比如說我們剛剛那個 在裡面其實也可以加一個表格啦比如說你想你想要把這個位置呢做重新排列 或者是說左右位置比如說我今天呢把 這個顏色比如說姓名的部分呢我把它做個字的放出體 然後呢我這地方然後把它換個顏色也是要換一個 這顏色 然後因為有信這個信箱的部分的話呢把 斜體然後這字顏色把它改成紅色的 紅色的OK 按確定那稍微改一下之後的話然後把這個Template把它做一個 印象中是把它直接 這樣應該就可以把它save一下 那也就是說呢這個list view的設定方式跟前面不一樣是 你要先設定好之後再來改樣版 那改樣版它有提供這個對應的工具 那這地方我們來save一下執行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子呢顯示出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因為item的項目變更之後 那底下的每一個 就會跟著變更 就跟著變更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把裡面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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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